最近中国好忙哦 网络购物平台京东宣布要下架87款游戏 首先是使命召唤很具体 教家们肯定会觉得 好啊下架这些东西青年就不再暴力了 但问题是这份名单里面居然有 动物生友会和Mario这种这么可爱的游戏哦 哦原来是动物生友会有高自由度的玩法 可以随意的装饰自己的家里 于是有人就用它来发表政见 恶搞领导 那Mario呢 哦原来这款Mario Maker里面是可以 自己设计关卡自己取名的 就有人把关卡设计成一个牢笼 然后说这是强国或者是大清文字语 就这样子被下架 这个名单里面居然还有FIFA21 哇难道是因为中国国族在里面的能力值太低了吗 有人说是因为地图没有台湾 也有人说里面有一个球员叫做Ozzi 因为声援新疆而没有被ban 所以他也被下架了 总而言之呢 我非常担心未来可能在中国连sudoku都不能玩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有可能会写到89或者是60啦